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 我是玲玲 我在超世界等你 这是你母亲 这条广告我从来都没见过 看来是被禁止播放了 这个服务器一定有更多的信息 我要全部解锁一遍 那岂不是等于海底捞月 你是不是想说大肯捞针 有什么区别吗 请 给一下小姐 我来帮你吧 解锁完毕 这么快 没有任何线索 带除了这个 加密账户 防护得这么严密 这背后一定有母亲的线索 不对 这么三层加密 不应该只为了放一个人的信息 林毅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是绑卫程序 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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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我走了 从今往后 你自己生活吧 我不要 你在哪儿 妈 终究 还是没有阻止世界的毁灭吗 你追过来啊 秦峰 秦峰 别撑我 没认识你 是我 刚才我们都遭遇了幻觉的袭击 等会我们拼了命叫才把你们叫醒 你们没事吗 我们在未来接受过抵方幻觉的训练 就算进入也能很快退 现在一脚还是好可怕 可不嘛 训练师伙运过去好几十次 这个幻觉攻击 会让人看见自己最紧惧的事 那你俩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啊 毕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啊 对吧 对 这都是我的问题 我强行破解密码的行为 已经惊动了敌人 那个防御程序 不仅会干扰人的脑电波 让我们产生幻觉 而且还会向敌人发送信号 发就发呗 他们找上门来最好 正好先练手 别想得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在明处 他们在暗处 他们对我们了由指掌 但我们对他们还一无所知 但现在 也许是我能找到线索的唯一机会了 我要破解密码 那还只有一点希望 我也想争取 我不求你们帮我 毕竟 这都是我自己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不帮你 你是我们的伙伴啊 西洒大人真是好 危险聪明 有头脑 神字曼妙 谁让你停了 神字曼妙 有人正在入侵辉瑞的账号 担紧去把入侵证消灭 尝一刀 我们走 出什么事了 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 不是已经被查了吗 又怎么了 啊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居然有如此严密的防护 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得是到什么时候啊 不如干脆凭运气 别乱来 通了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 不对 进入这个通路 需要金融的认证 金融 所以都是他设施的 谁敢乱来 是黎蜂 是黎蜂 颜蜂 颜蜂 白燕 是 暴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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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摆 老text 是长空了 叶小小人 干什么呢 还不赶快上 茶营达 让他们知道这道厉害 是 别够 这样下去不行 先撤退 哥哥 他们快顶不住了 分开行动 我们去抓住金融 打开那条通路 请封 配合我 过不来了吧 行杀 给我干掉他 之前被西萨默示了金马之后 我在这里开了个后门 本想把金马拿回来 没想到穿越护卫队会查到这里 我还是先去把我的后门通路关了吧 被西萨发现我的下阵一定会很惨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一个数据终端系统 我来查看一下 住手 哥哥 西萨太强了 我和烟波打不过他 西萨大人 我已经完腻了 就让老板给的这枚必杀金片 结束一切吧 去吧 西萨 龙狐炮 快跑 快救人 燕破 你还好吗 好难 别说话了 请立即开始治疗 明白 我没事了 太好了 吃力疯了 他们受到剧烈攻击 加上超负荷地调动了所有能量 导致伤势太重 然后呢 他们的构成代码非常特殊 我们识别不出 所以也无法提供治疗 不是 你们不是什么都能修复的飞车基地吗 对不起 你们的飞车 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 对 请务必再给他们做一次检查 别担心 我拿好 谁呢 你骗人 其实 触发防卫程序 遭到幻觉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是受伤的你们 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让天人受伤 但你们都没受伤 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还记得我母亲说的吗 在超时间 你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 一定有让赤凌峰 和艳破恢复的方法 而且 我刚刚观察到 那个神秘账户中的金马 都留下一个叫做辉月的地方 这礼料已经不安全了 先下来找我 废物 都是英俊废物 大人饶命啊 不管他们已经得到多少情报 总之 就是要赶紧把他们除掉 一定 一定 要是这群麻烦 影响到老板在灰狱中的计划 我们谁都别想好过 妈妈 小姐 夫人上班去了 对了 这上有好吃的 又是上班 另外 夫人为你准备了礼物 还是老规矩 里面的信息经过加密 只有解开后才能找到礼物 一定是飞车零件 我知道了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换个角度看世界 什么嘛 妈妈根本就是在糊弄我 等妈妈回来 我一定要问清楚 这 这 依依 我回来了 依依 今天过生日 怎么不开心啊 都已经过十二点了 妈妈才回来 答应给依依的礼物也不算数 很抱歉 依依 因为工作的事情回来晚了 不过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信息就藏在贺卡里面的呀 那才不是我要的礼物 妈妈骗人 妈妈根本就不爱我 小姐 小姐 小姐是不是做梦了 我听到你在喊夫人 只是梦到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 对了 今天飞轮和秦峰会过来 我们最好提前准备一下 我知道了 灵依 你好 你们好 灵依 真没想到 你在超世界里那么高冷光 现实中 却像个 像个乖乖女 是啊 不像某些人 不管在哪 说话都是那么没心没肺 秦峰 你呀 少说两句 我 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啊 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品 对了 昨天还好有你们帮我拖延时间 哎 不用感谢 又好吃了就行 我又没说要感谢你 你 你谢谢你的款待 白玥 不用客气 这些画是 我记得这一年的五月十二日 是母亲节 这些画都是在 每年的母亲节那天画的 看来这些都是林医 送给他妈妈的节日礼物 我们快过去吧 白夜已经应该 整理好了相关资料 好 不会吧 这也太多了 还有呢 这可不是戴客之道啊 是有些失礼 只是我想 你们都是体贴热心 勤劳能干的精英模范飞车 这点小事 应该很乐于小老板 当然 非常乐意 难过能有点出心 几句马屁就把你乐成这样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好困难 不好了 有点心 什么人 以后颜破再死 谁敢造伺 我不能闲着 你也不许偷懒 认真点 我们一起查资料 不要啊 这是什么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上面 上面 上面怎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我说过 这不重要 这是 灵狱 你拿版了 这是 这是全新的代码 换个角度看世界 难道之前是我写作了代码 是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门开了 0317 这个数字有什么寓意吗 这是我的生日 好黑 什么都看不见 有谁要参加派对吗 让我们嗨起来 早点 你们两个别胡闹了 抱歉 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戏份 丁逸 看来这些都是你妈妈为您准备的 快看 这里还有礼物 这是什么 这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 当时 一群黑暗势力 在超世界大肆破坏 犯下每位作戏 幸幸的是 由两位英雄出现 他们团结众人 展开激烈的反抗 与黑暗势力 展开激烈斗争 最终 正义战胜了邪恶 然而 两位英雄 却就此远落 这件事我知道 灵异 这应该是爆裂飞车 空翼和巨刃吧 可 这和眼前的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空翼和巨刃牺牲时 身上掉落的零件 啊 这也太宝贵了 空翼和巨刃 一直是我的偶像 他们身上的零件 在我眼中如同圣物 于是我便向妈妈提出 以此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可生日那天 我没找到这个礼物 还以为妈妈欺骗了 小姐 小姐 夫人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呀 这么说 你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礼物 可她后来 怎么也没跟你解释呢 那件事后不久 夫人陷入了婚礼里 原来是这样 灵异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 迟到的礼物 我才不稀罕呢 他怎么还嘴硬啊 其实 有件事 会觉得应该告诉你们 空翼和巨刃 或许并未犧牲 什么 有这样的事 我之前 在飞车俱乐部 听到一些传闻 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 空翼和巨刃 就隐居在超市街 白夜 你说的是真的 只是传闻 是真是假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我知道了 快看 零件像是接收到了 微弱的信号 这难道是 主芯片传来的 一定是这样 看来 这两枚零件的主人 确实并未有 牺牲 对了 零一 这两枚零件如此珍贵 你妈妈是从哪里得到的 你们看 这是两枚零件的拍卖信息 这价格也太高了吧 十万青马 零一 原来你妈妈是从飞车俱乐部 拍卖得到的零件 这是飞车俱乐部的图标 飞车俱乐部不仅给出了空翼巨刃 没有牺牲的消息 还曾拥有两辆飞车的零件 看来他们很可能知道两辆飞车的行踪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两辆飞车 你的意思是 空翼和巨刃实力惊人 如果能找到他们 就一定可以打败西萨那伙人 而且 那两辆飞车的战斗风格 和你们兄弟俩十分契合 你们可以结为搭档 可是 赤灵风和雁破能力还未恢复 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再去找别的飞车 没错 我绝不会抛弃雁破的 谢谢你秦芳 我真的很感动 只是 可眼下解决超世界面临的危机 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因为我俩耽误了大事 可是 雷伦 我想你能分得清事情清楚 适合 找到空翼和巨刃 去迎接更大的机遇 我们这就是最亲密的战友和我们 永远都是 谢谢你 是雁破 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两辆英雄飞车 打败西萨 出发